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地方如果加这个房贷1,如果我把它执行过,假设我今天执行这个房贷1,我加在这边,直接执行,然后 这边,记得要切回来,切到这边,好,那这边假设菜头已经存在了,所以这边菜头 它这个地方按确定,其实还没写delete,所以它不会delete,它只会这样 工作表已存在,请先删除,它会不会帮你删呢?不会,菜头还在 所以第二个阶段,这个再补上去,那当然你要更贴心一点,不过这个有时候还是要看你的user 你自己,你可以自己决定,但是你的user如果最多人他希望你的逻辑是,那你就帮我删啊 不然我每次看到警报,那我还要再什么,动手按右键删掉,这样好像太麻烦了 所以呢,如果你要自己帮他删的话,那就不要这一行,就直接帮他删了,直接帮他删怎么删呢 这个吧,前面加一个那个,然后删,删了之后就不能够那个elit sub,因为elit sub就跳里了 所以帮他删的话呢,就是说呢,先用那个shits,刮虎,第几个,第i个,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嘛,点delete,这样就ok了 那可是问题哦,你们等一下删的时候,它会跳出什么,它会跳出那个,就是比如说菜头 它会跳出这个,当然你会觉得说,这个很讨厌耶,它还是会删的,那如果你不希望他每一次跳出来的话,很简单 就是在那个删之前,加一个什么呢,application 点,不要拼错,会有,点下去,如果有一个清单出来,表示你没打错 就是说,displace,有没有,打一个dis大概就出来了,displace alone,等于false,意思就是关起来 什么时候开呢,记得哦,在删完之后啦,ctrl c,移到delete的下面,把它怎么样,等于true,这样就好了 ok,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执行,菜头 按确定,刚刚会跳那个alarm,对哦,按确定 诶,不会了,它会自动怎么样,全部帮你完成 ok,大概是这样的,啊,顺便讲一下,可能你们的那个按钮有没有,你们等一下可以加个按钮,试一下哦 之前有同学是这样的,按下去,然后呢,一样哦,比如说我打一个老王好了 ok,按确定,然后确定,跑回来,诶,奇怪了,按钮变小了,有没有,他想说,啊,好,是不是 什么地方怎么样,啊,把它拉回来,啊,你再做,诶,它又变小了 特别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只要是筛选的时候,有没有,它会有缩放 那说放的时候呢,会造成按钮变形 那怎么办呢,要不就是不要放在这边,放上面 可是这样很麻烦哦,之前好像教同学是放上面,后来我发现不对啊 那如果希望放这里,按右键 除存格控制项,特别注意哦,从字形旁边有个摘要资讯,请注意一个地方 大小位置预设是什么,大小位置随除存格而变 那也就是那个除存格的高度变化,它就会被压变 那如果说你把它改成什么,大小位置不随除存格改变的话 特别注意哦,这个很重要,因为只要跟筛选有关系,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按确定,你会发现哦,再来找一下哦,比如再找老王好了 那刚刚会变形吗,现在会不会变形 诶,不会变形,没变形,OK 所以只要一个动作,按右键 除存格格式,这边大小位置不随 然后除了改变,这样就OK了,OK 那等一下,请各位试一下,防呆的那个1 那我刚刚就是做了几个动作,1 把那个防呆贴到那个,特别是哦 最好你可以自己打就自己打哦,放在那个input box的下面 然后本来是,就是mesh box,我只有改这个 原来是一个delete啦,不过它会跳那个align 所以你可以用application,点,dispress learn把它关掉 最后再打开,OK,来试一下,试一下,OK,看一下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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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感谢观看